这边收一点鱼哈 收一些杂鱼 鲜鱼黄辣冰啊 看一下有没有普通沙啊 大家看看 有一只小甲鱼啊 这纯野生的甲鱼哈 这黄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几十块钱一斤 大家看一下 这些黄蟹啊 48块钱一斤 啊兄弟们啊 这黄蟹多漂亮啊 纯野生的 黄蟹 野生泥丘 哦 这边有一点黄蜡丁 老板帮我撑了 哇 这么点啊 兄弟们都收了哈 这些啊 这些咱们都撑走 这里面也是泥丘啊 这么大的泥丘 大家看一下 都是野生的哈 这边也有一只黄 有一只这个 野生甲鱼 咱们 帮他们的鱼都收招 装啊 装啊 只要鲜鱼啊 鲜鱼 骨头沙 黄蟹丁 只要这三斤 都是野生的 大大小小 这么一收 他们的鱼也所剩无际了 啊 可以提前 回家 走吧 一提提提 这位老板 这个泥丘都要 我快过去护鱼 你看吗 好 要撑 这里面有四条鲜鱼 我们也撑了 大家看看这个泥丘这么大 很大个 这些兄弟们 花了我一百多块钱啊 鱼放在家里面哈 然后咱们去割草 捕鱼了 好 你怎么每次出来都是带着红树干的 没有 还没有 把手拿出来 你真是个贪吃货 我这个等你好无聊 我一边吃着等你啊 每次出来这个红树干 必备 你这么喜欢吃红树干啊 昨天这边都被你割完了 把我帅气的动作拍出来哈 长得就这样还帅气 去 多好 漂亮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需要鱼草 这个鱼都能长大 怎么办法 把那些鱼抓过来 放在稻田里面吃 吃饱了再放到鱼堂去 是可以啊 好像放牛一样放它们 嗯 这个可以快去 不要割了 不割了不割了 嗯 就大鱼 不割了 哈哈哈哈 嗯 辛苦辛苦了 嗯 嗯 哇 这堆草可以 辛苦了吹一声的汗 天天赐货这些鱼 比赐厚你都赐厚的多 这不一样啊 是吧 鱼可以卖钱呢 我靠我老婆在上班啊 难道养鱼 他有我老婆挣的多吗 有啊 有啊 你养的好的话 鱼更挣钱 不不不 老婆更挣钱 两袋草 满满的两袋 都塞满了 塞的很紧 嗯 现在已经到鱼塘了哈 看到了没有 鱼的草还不错啊 是哦 更多了 啊 哎呀 人家的好几 一 二 三 这袋也倒出来了 你负责到就可以了 你没力哈 不是这个压得好紧 好好好 可以了 这个草要散开一点哈 这昨天为了草没有吃完 估计是跟这个天气有原因 这几天天天下雨 开口也不好估计 应该不是虫下去的哈 这个草 应该就被吃了 就像大家说的 不单单去草 鱼会吃草 有些时候鲤鱼也会吃草 这个鱼就喂好了哈 就这样 好不好都吃不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